我相信香港人是一個獨特的群體 因為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香港人的文化、語言、文字 的確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林鄭英娥 我建議你考慮少說些沒什麼用的說話 感謝我們的黑警進行這些暴力的抗爭 我覺得真的可以用來暴徒 肆意去攻擊香港的市民 直接去破壞我們的法治精神 從來令到香港社會亂的是當權者 不是反抗者 社會大眾要考慮的 要反思的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壓迫 你怎麼會去指責一些被壓迫的人 不會去指責壓迫人的政權 這是絕對說不過去的 Assemble 這是不是為何我們失敗 這是為何我們失敗 各位戰友網友大家好 這裡是戰友之聲 粵語頻道 Voice of Gore Media 今天是2019年9月5日 今天由文豪和大家做新聞簡報 第一週是來自立場新聞 標題林鄭月娥電視講話 宣佈撤回修例 拒絕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特首林鄭月娥 今天下午5時50分左右發表電視講話 提出四項行動 讓社會向前行 包括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重申不應領設獨立調查委員會 林鄭表示 逃犯條例修訂引起的 示威衝突持續兩個多月 對很多香港人來說 這個城市變得很陌生 他指政府在不同立場都回應過 示威人士的五大訴求 有關撤回 條例草案他在6月已經宣佈 暫緩條例草案 之後亦表示 修例工作已經完全停止 條例草案明年7月就會自動失效 有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政府認為有關警方執法行動 應該按既定機制 交由專責的獨立監禁會處理 而不應另外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有關示威活動的定性 林鄭稱多次重申法律程序上 不存在暴動定性 有關要求釋放所有被捕人士 不檢控、不追究違法的人 林鄭指 這些要求是法治社會所不能接受 有關雙普選 林鄭指 這是基本法定下的最終目標 要實現這個目標 社會需要在法理的基礎上 在和平和互信的氣氛下 以武術的態度進行討論 否則只會令社會更加撕裂 委任林定國如來清平加入監警會 林鄭表示 作為行政長官 有責任盡一切努力 在種種局限下 尋找社會向前行的機會 她提出四項行動 希望作為社會向前行的起點 第一 正式撤回條例草案 完全釋除市民的疑慮 保安局局長會在立法會復會後 按議事規則動議撤回條例草案 第二 政府會全力支持監警會的工作 除了聘請海外專家 已經委任兩名新成員加入監警會 分別是大律師公會前主席林定國 和前教育署署長余黎清平 政府會認真跟進監警會 日後提交的報告建議 第三 由今月開始 林鄭和所有司局長 會走入社區和市民對話 等社會各個階層 不同政治立場 不同背景的人士 透過對話平台 將種種不滿直接說出來 一起去探討解決方法 第四 林鄭會邀請社會領袖、專家和學者 就社會深層次問題進行獨立研究和檢討 向政府提出建議 第二則是來自《蘋果日報》新聞 標題是《逆權運動》 告訴你 如例清平、林定國、監獄監警會 曾為林鄭助選、親建制、公信力守則義 特首林鄭與我今天閉門會見自己有時宣佈 正式撤回逃犯條例修訂 但拒絕成立民間一致要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令警部問題未獲正事 反而希望在監獄會加入新成員 力爭公眾信任監獄會的調查公正 但其委任的兩名新成員 包括前教育署署長 如例清平與大律師公會前主席林定國 前者曾經在反修例風波爆發時 表明不適合設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而後者在法律界都狠批的高鐵西九站 一地兩建的安排上取態溫和 被視為親政府的保守派 而在爭取連任公會主席時陸敗 兩人是否有公信力 市民心中有數 如例清平是林鄭月娥參選特首的事 競選辦資深顧問 她早前批評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要求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特赦所有在反送中運動的被捕疑犯等要求極不合適 又批評陳太尋求外國支持對抗香港 感到極其失望 在當時一眾前高官聯署要求林鄭撤回修例 以及以委員會調查事件中 是未有聯署的少數 她和林鄭競選時拍片說 稱讚對方似雞 因為雞有五德 包括文、母、勇、仁、信 林定國就被視為法律界的保守派 去年她和人權大壯資深大律師大啟思 競逐大律師公會主席時 外界視之為一場民主派和建制派的對決 不滿林定國掌管公會之事 就反對一地兩檢太遲發聲 結果大啟思當選 林定國成為1995年以來首位未能連任的公會主席 在法律界最初反對送中條例時 林定國並沒有公開表示反對 一進大律師公會主席支持港人港審聯署 林定國也沒有聯署 直至林鄭宣佈暫緩 林定國先說暫緩修例是好事 提供好好的契機給大家回復理性討論 接著是蘋果日報新聞 標題是逆權運動、拆局 為引緊急罰、鎮壓鋪路、宣布撤回 希望令和理非割蓄 距離中共10月1見證70周年 倒數不足一個月 歷時長達三個月的反修例風波未見平息 特首林鄭月娥終於在香港內部衝突升級時 和在國際壓力施加下 今天正式宣布撤回修訂逃犯條例 但未有同時回應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等民間五大訴求 據了解 特區政府希望令部分中產和理非民主派的支持者 投一投,減少參加示威人數 希望在10月1日前為衝突降溫 有學者認為 同情前線激進示威者的市民可能減少 但始終未有回應警暴問題 抗爭者未必收放 更疑慮是北京政府拉一派、打一派的手段 為引入緊急法、禁止集會 訂立反蒙面法 和進行更大規模的鎮壓鋪路 五大訴求中 雖然政府只是回應了其中一項 但由於反修例衝突已經歷時三個月 而且程度越演激烈 開始令部分溫和民主派都有憂慮 政府撤回建議 相信是讓這批和理非有退場機會 港大社會科學學院 港師邱子勤回應蘋果說 林鄭這個行動有助挽回部分民意 令中產和淺藍陣營重新支持政府 同情前線示威者的市民可能減少 但指林鄭只是宣佈撤回 但未能全面回應抗爭者 本身政府已經說 犯案是手中正寢 李嘉華撤回 只是扮讓步 政府根本是無成本 相信示威者不會收貨 再下一則是來自香港電台的新聞 標題是湯家驊說 特首有權委任特務警察 負責事務無界定 行政會議成員 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說 現時的公安條例容許行政長官授權 委任任何人士 擔任特務警察協助處理有關事務 湯家驊表示 條例寫得相當廣闊 沒有界定什麼人可以做和處理什麼事務 如果有關人士被委任 必須聽命於警務處處長 並遵守所有警察需要遵守的條例 指引和命令 他又說特務警察是輔助性質 委任誰有行政長官決定 而不用知會行政會議 他說香港過去從未引用過這條條例 不相信也看不到目前有需要引用這條條例 由於法庭已經就港鐵和機場頒下禁制令 約了客作用無效 千萬再考慮其他方法 接著也是來自蘋果日報新聞 標題是 股會釋放 其交所停時 行指傳入微跌7點 地產股下挫 人仔轉強 拆息回落 因技術性問題 港交所暫停衍生產品交易 受消息拖累 港股一度下跌240點 低見26,283點 其後逐步回穩 競價時跌幅收窄約70點 最終收報26515點 跌7點 國指升95點 補10384點 主板成交831億 昨天因政府而正式撤回 逃犯條例而抽升的地產股 今天再度下挫 行機跌3.1% 新地跌2.87% 新世界跌2.83% 令展跌2.35% 行龍跌2.33% 詳實跌1.78% 林鄭未有措施設實回應市民訴求 市場擔憂 示威浪潮持續 和自由行關係密切的莎莎回落7.89% 九倉跌3.13% 再下一則也是來自《蘋果日報》的新聞 標題是《逆權運動》 英國國會議員要求政府 推動英聯邦國家給港人公民身份 香港反送中浪潮持續 即使特首林鄭月娥今天宣布撤回修訂逃犯條例 但由於未回應民間另外四大訴求 民憤仍未平息 英國25位國會議員提出議案 呼籲英國不要放棄香港人之餘 更要求政府推動53個英聯邦國家給香港人公民資格 議案由保守黨議員布魯斯和工黨議員韋斯特共同草擬 已經獲得20多位保守黨、工黨、自由民主黨、蘇格蘭民族黨 不愛民主統一黨等議員連署支持 議案內容由國會要求政府尋求其他53個英聯邦國家同意 為香港公民提供公民身份和另一個居所 再下則也是來自蘋果日報新聞 標題是疫權運動 澳洲智庫說更簽個被封Twitter五毛帳號 為打資訊戰散佈假新聞至少兩年 社交網站Twitter早前封鎖大批發佈假新聞 抹黑本港反送中運動的帳號 澳洲智庫研究發現 有940個被封的中國帳戶 是當年來針對中共批評者 並散佈假新聞的行動一環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表示 撤查過被封的Twitter帳號所發出的360萬推文 認為這些帳戶散佈假新聞的行動已經持續至少兩年 主要是針對著名的反共評論員和劍指中共的評論 最激烈的資訊戰是針對中國億萬富翁郭文貴 他被指貪污之後流亡海外 國際刑警在2017年按北京要求對他發出紅色通緝令之後幾天 針對他的Twitter資訊洗版就開始 智庫發現618個帳戶當中 有38,700條是直接針對郭文貴的推文 並注意到圍繞郭文貴和中國政府鬧翻的活動突然急增 針對郭文貴的推文內容主要包括攻擊他的人格 或者批評他和北京前首席智囊班農有關係 再下測也是來自《蘋果日報》新聞 標題是《逆權運動》 白人為旺角警署,防暴警清場 831警察廠太子站無差別攻擊市民,導致多人受傷 網民一年幾天發起太子站獻花活動 再下測也是來自《蘋果日報》的新聞 標題是《逆權運動》 黎智英何文田大宅租訂兩枚汽油彈 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 其位於何文田加道里道的大宅 在凌晨1時13分左右遭人訂汽油彈襲擊 兩名穿深色衣服,戴口罩和CAP帽的男子 乘電單車來到,下車後點起汽油彈 一人持汽油彈訂向大閘,汽油彈落在鐵站外燃燒 另一人用手機拍攝 據稱當時黎智英在屋內,兩人站後登上電單車套走 保安員發現用滅火筒將火釋免後報警 現場留下兩個碎玻璃瓶和報稅 消防員到場檢查汽油彈,警員正封鎖現場調查 案件列作縱火處理 鑑證科人員到場,將玻璃碎片撿走 以及在電單車停泊旁邊登署拍攝 在該處對面大宅中有閉路電視 在下則亦是來自蘋果日報的新聞,標題是熱權運動 屯門四校學生抓起半公里人鏈,聲援被捕學生 本月3日,警方在九龍灣截停一輛巴士 搜查乘客出過兩小時,拘捕車長33人 涉業非法集結和藏有攻擊性武器 其中包括屯門補量局百周年紀念中學的 聖湯中四學生 該校同學聯同附近的孫道中學 宋真書院,仁愛堂陳王淑芳紀念中學同學 以及一眾前來聲援的黑衣市民 早上7時30分左右 在興鐵石牌站天橋捉起人鏈 以表示對被捕學生的支持 學生手牽手一正在石牌站天橋開始 延人行天橋,冥琴路,經過宋真書院 再來到宋道中學對開 總場約500米,至少500人參與 期間有學生舉起五大訴求的標語 由高福香港人加油,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直至早上8點,學生和市民陸續和平散開 其中前來聲援的崇真書院舊先生 林先生表示,現時受讀大專院校 今早故故前來聲援學生 他指近日有不同學生,組成反送中關注組 學生只是派傳單,但受到警察的打壓 大部日前更有中學生被警察用武力摸跌 弄掉門牙,有警察在記者會上說 學生是滑倒,他認為市民會接受這些說法 他指警察暴力越來越多,擔心學生的安全 所以特意來聲援學生 希望以群眾的壓力監察警方的行動 在下則也是來自蘋果日報新聞 標題是疫權運動 過百人為寶林站控制室,防暴警封站 831警察速龍小隊衝入太子站 無差別襲擊乘客和市民 多人頭破血流,月台上也有人被按倒地狂吐 現場一片混亂,港鐵緊急封站 網民號召今晚9點到寶林站聚集 要求港鐵交代當晚封站決定 晚上9點左右,現場有數名市民在寶林站聚集 並包圍車務控制室 要求交代當時封站原因 全部車站聚員退入控制室 期間有人在閘機張開雨傘陣 和破壞閘機直至晚11點左右 一名據稱是條警領站站長的男子 乘列車抵達寶林站 被數名村黑衣市民包圍 期間雙方發生爭執和推撞 再下一次也是蘋果日報新聞 標題是逆權運動 中大教授斥責警察 化學攻擊示威者 方便搜捕兼製造恐慌 警方濫捕行徑 變本加厲 繼中文大學白文大道在開學日 擠滿罷課學生之後 中大教職員發起 今個星期五下午在白文大道 組成中大人鏈譴責香港警察 濫捕濫權 希望中大教職員 同學和所有有良知的人參加 中文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副教授 由陳景明譴責警方 指以直升機噴螢光粉 動用水炮車發射藍色水 和大規模施放催淚彈 軍屬化學武器攻擊手段 不僅標示示威者以便拘捕 更想製造社會恐慌 連一般市民都不敢上街 陳景明表示 警方被指以直升機噴灑螢光粉 令參加集會人士或經過集會 現場附近的市民都會中招 螢光粉是化學物質 如果只是留在皮膚表面問題不大 但若透過傷口或黏膜進入身體內 可以再入血管 而肝臟不能排出這些毒素 而長期攝入大量螢光粉可以致癌 一次半次對身體影響不大 但警方企圖標籤示威者 和想製造社會恐慌 令大家不敢出行 甚至對遊行示威掩護 在集會附近經過的市民 都可能無辜被噴射螢光粉 因幼童和嬰兒皮膚較幼嫩 螢光粉對他們的毒性較成年人大十倍 容易令他們出紅塵 最後一則也是來自《蘋果日報》新聞 標題是《逆權運動》 超過三百名港大醫科護理身捉起人鏈 炮轟 警察濫捕濫權 阻急救如使用私刑 七名軍裝警日前在太子站內 拖行一名被制服 失去知覺的年輕人 一群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 醫科生向警務處處長盧偉聰發出公開信譴責 要求警方立即停止施用過分武力 至今已超過五百七十人聯署 超過三百名港大醫科護理系學生 在中午在港大李嘉誠醫學院促成人鏈 抗議警方濫捕、濫權和阻礙急救人員工作的做法 促政府回應民間五大訴求 他們大多穿上黑衣、戴上黑色口罩 部份人更戴上頭盔等裝備 高夫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和醫護救人為何不可 人鏈由醫學院蒙文偉留 室內燃至室愛 一度燃至晨朝琴流 持續約一小時 完結前二手掩蓋右眼 以聲援遭警方射傷眼睛的三名市民 與此同時蒙文偉留 內擺設一個孫中山銅像 有學生為他戴上頭盔、眼罩 和穿上反光背心等 並將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標語 貼在銅像手中 銅像腳下更放置一張 引誘孫中山語錄的紙張 從前人人問我 你的革命思想從何而來 我今直答之革命思想 正在香港而來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以上是2019年9月5日的新聞